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或者新闻上看到特种兵的形象 和普通士兵不一样 特种兵似乎多了几分神秘 只因为他们的脸上涂满了黄色或绿色的油彩 虽然一个个特种兵在镜头前的样子 很是严肃认真的执行任务 但是还是能够让他们从脸上的油彩中捕住一丝可爱和幽默 其实特种兵还不是最神秘的 最神秘的是特勤 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甚至还要在脸上戴面罩 整张脸被黑色的面罩遮住 只露出两个鼻孔和一双黑亮的眼睛 夸张点说可能连他们的亲人来了都不一定能念出哪个是自己的儿子 对此很多人表示不了解 为什么特种兵和特勤这两个兵种要如此的神秘 为了耍帅中库吗 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首先特种兵执行任务的环境 大多都是在雨林或者条件经过的沙漠 在不同的环境涂抹不同的迷彩 不光有助于特种兵在潜伏时 和这类环境融为一体 更能够有效的防止蚊虫叮咬 而特勤这些任务大多是危险系数很高的 他们戴面罩也并不是为了暗控或者是装神秘 唯一的作用就是遮挡面容 在击毒制服歹毒方面 特勤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稍微一点事物就放走了穷凶极恶的歹毒 如果他们接下来特勤的面部特征 那么特勤及其他人都会遭遇到歹毒的疯狂报复 甚至是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从此处能够看出 不管是特种兵还是特勤 都是在用生命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民子弟兵